以《轮来福网共赴花开》为主题的2024年第三届两岸青年信俗渊源寻耕之旅3月19日下午在福州启动。 两岸青年以徒步行走方式展开寻耕之旅,以此增进文化认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当天的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象征着福州和宝岛台湾的吉祥物阿福和阿宝节目,并带来两岸青年合作开发的文创产品。 随后,两岸青年代表举行庄严而隆重的团拜起家仪式。 三响名罗之后,两岸青年们抬着放置妈祖、广泽尊王等神像的轿子走过桑通桥,开启寻耕之旅。 我们传统的中华的民族精神叫忠孝仁义,那我们请了代表忠的岳飞,孝的广泽尊王, 象征仁慈的妈祖,那忆忠义的忆的官老爷,还有我们陈文龙水部尚书, 那寻耕业主就是要追寻我们历代祖先的这种精神,这种气节, 来去为我们的家国贡献我们的力量。 这一次我们有四十几个台湾青年跟我们一起徒步这四天四夜。 全程从我们的启动一次开始,那我们就全程无间断地向我们两岸的同胞来跟他们介绍着我们这一路的风光, 也给大家一路送福。 台湾桃园白沙屯妈祖联谊会执行秘书陈玄峰已是第二次参加两岸青年信族渊源寻根之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玄峰表示, 徒步过程中的感动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 现在台湾在徒步的年轻人是非常的多, 包含我们每年徒步的年轻人年龄省都下降, 其实这个徒步的这个意义就是返谱归真, 以前所有老前辈的精神现在我们延续下去, 因为现在是网路非常流行的时代, 我们在这边徒步台湾那边也是都看得到, 所以我也跟他们讲,有机会你们也一起来到大陆, 跟着我们妈妈祖一起徒步进乡。 记者了解到,从19日起, 两岸青年将共同以最传统的方式、 最极限的考验徒步230公里穿越福州、莆田、泉州三座城市, 最终抵达泉州通淮光月庙。 采访中,不少参与活动的台湾青年表示, 徒步进乡在台湾很盛行, 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年人参与, 在他们看来, 此次能在福州参与这样的徒步活动, 寻找闽台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 十分有意义。 现在台湾跟大陆这边两岸这种兴趣文化交流已经非常的频繁了, 这联系我们两岸人民的感情, 徒步进乡的活动, 尤其是这几年越来越多宫庙有这种徒步进乡的活动, 很多年轻人的参与, 对这个活动应该会很圆满的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